11月23日,中老边界联委会在西双版纳州墨罕口岸 举行向老窝辟邻中国边境地区三省捐赠防疫物资交接仪式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中老同州共济 生动诠释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精神 今年下半年以来,老窝新一轮疫情形势复杂严峻 为此,中国外交部通过中老边界联委会 向老窝提供防疫物资援助 这个边境联委会每年我们都会进行磋商和会晤 来共同解决边境地区的发展问题 这次老窝北部近期疫情有一些反弹 形势也比较严峻 在获悉这个信息以后,我们决定提供一批抗疫物资 这批物资我相信到了老窝北部三省 会帮助这三个省在防疫工作方面 提供这个有利的一个支撑 今年是中老建交60周年 自建交以来,两国始终心意相通 真诚相交,树立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木林友好全面合作的典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互帮互助和中老铁路的开通 两国的互联互通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我相信今天中国政府,特别是中国卫生,中国外交部向老方的持援,也是生动的体现了我们双方共克时间,命运与共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精神 我也相信这些物资深切的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老窝民众的关心和关怀 这些物资相信能起到很大的帮扶作用 此次援助的物资总价值人民币297.4万元 包括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全自动医用PCR分析系统 医用致氧机 转运呼吸机等设备 据悉,这批物资将通过中老墨罕墨丁口岸送出 到达老窝境内 丰沙里 乌多姆塞 南塔三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